義大利有一個新聞是說 他們的醫院已經崩壞到說 那個太老的反正也救不回來了 我們就不要救他了 把機器移給這個年輕力壯 還有可能救回來的人 這樣的道德議題 一再一再的重演 我相信沒有一個台灣人 希望我們這塊土地變這個樣子 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尼醫師 歡迎來到人人都能懂的 新冠病毒麻瓜課 今天是第五堂課 趕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相信上過前面四堂課的人 已經功力大增 不過我們現在要聊聊就是 上學這件事情 跟停課這件事情 你可以發現現在新聞告訴我們說 很多其他國家的學校都停課 可是為什麼我們台灣的孩子 還在上學呢 到底上學安不安全 先來講我們上學的原則 在現在你的孩子正在上學的時候 我們有把握防疫三原則 第一個就是有感冒的人 有症狀的人 就不要上課 請你在家休息 第二就是上學期間 我們不要共識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餐盤 自己的餐具 然後不要互相交換菜 還有這個營養午餐打菜的人 最好就是固定的人 戴著手套戴著口罩 不要大家那個夾子 你也摸我也摸 第三個就是要正確的洗手 你們已經參加了12階洗手挑戰嗎 還沒有的趕快去挑戰 內外夾工大力丸 每一個動作都要標準 在老師的帶領之下 讓他們上課前上課後 吃飯前吃飯後 一天可以做好多次的洗手 那麼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根據過去的研究 這個學校的病毒其實就不容易散播 我不只針對這支二代的SARS病毒 還有其他流感啊 這支病毒都會下降 那很多爸爸媽媽會問我說 那小朋友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尤其現在很多學校規定戴口罩 在門口老師會叮 可是那個口罩戴戴戴戴 戴到教室就拿下來 然後之後可能就愛戴不戴 愛戴不戴 所以完全沒有一個很固定的規範來實行 如果說今天真的從早要戴到晚 大人自己想想 連你自己可能都做不到 你看我們醫院的醫生 已經開始買那個防護膠了 因為我們從早戴到晚的 那些急診的醫生 這邊都已經脫皮 都泛紅 所以他們現在要貼防護膠 不要讓自己的皮膚變糟糕 那你看我們學生有可能嗎 所以我覺得口罩這件事情 盡量讓孩子還是知道 戴口罩的目的是什麼 戴口罩目的是什麼 不是為了保護自己喔 在我們之前堂課講過了 戴口罩的目的不是保護自己 我們今天可能我們生病 我們自己不曉得 那我們戴著口罩 至少當我小小的咳嗽 或大聲講話的時候 我不會傳給身邊的人 我不會傳給老人家 我不會傳給慢性病人 因為他們是重症的族群 我們要保護他們 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在學校這個群聚的生活當中 還是所謂的病毒的培養品 這是確定的 雖然我們已經做好了 生病的人不要來上課 不共識 大家請洗手 但是根據過去的研究 其實很多的病毒 都在學校這種群聚的團體裡面 滋生之後 回家帶給自己的家人 所以教育部目前已經可以 針對大專院校說 你們如果能夠線上上課就線上上課 是沒有一定要到學校跟人家群聚 我覺得這是正確的做法 有些這個私立的小學中學 也開始做一些線上的課程 藉由一些線上課程的資源 來減少大家在學校群聚的狀況 那很多的比較小的小孩 我們現在都不去幼兒園了 那在家裡面可以做什麼呢 因為在國外很多停課的狀況 所以很多的線上的資源 都開放免費了 因為為了疫情 大家共體時間 你看Amazon 都有一些免費的聽書課 或者在很多其他地方 都有一些線上免費的學習的資源 可以跟家長們分享 讓大家在家裡不會無聊 是不是要停課 就是按照我們政府 或地方政府的這個規範 也沒有勸所有的學校都停課了 什麼時候我們要停課 為什麼有些國家停課 為什麼我們不停課 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要先來看這張懶貓防疫 這是一個有趣的流行病學家 Mary Darling 她把這個流行波畫了兩隻貓 她說如果你今天呢 像我們畫面上左邊這隻貓一樣 這個病人數突然之間暴增 那麼這個虛線 就是我們能夠容納的ICU 就家戶病房重症的病床數 所以這個人數暴增 超過我們家戶病房 能夠照顧的人數的時候 在這個虛線以上的人 他可能就會死掉 因為他的照顧品質會變得很差 所以現在國外都流行一個叫 Flatten the Curve 你看到網路上很多人都在喊 Flatten the Curve Flatten the Curve 意思就是把這個 上面這個波啊 這個貓 頭給我壓下來 懶貓的防疫 就盡量讓這個感染的人越慢越好 那不要超過這條虛線 這條虛線就是我們剛剛講 家戶病房或是重症病房 能夠容納的人數 如果這個病人不超過 我們醫療能夠負荷的人數 每一個人就可以照顧得很好 死亡率就會降低 我再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Flatten the Curve 什麼叫做懶貓防疫 大家可能都玩過鈴波舞對不對 一根桿子 然後每個人就下腰下腰下腰通過 那我們把想像這個鈴波舞 這根桿子就是剛才那條虛線 就是我們家戶病房 重症病房能夠容納的 這個醫療的上限 所以我可以講說 Flatten the Curve的意思就是 怎麼樣能夠讓你的腰更低 還有一個就是 怎麼樣讓你的這一根桿子高一點 那這樣腰更低的意思 就是讓重症的人數減少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每件事情 停止大型活動啊 勤洗手啊 戴口罩啊 居家隔離啊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啊 還有未來如果有疫苗的話 都是可以讓你的下腰下得更低 但是不要忘記還有一個重點 是什麼 你抵抗力好一點 你就不會重症啊 所以對於這些 60歲以下 70歲以下的人 你平常這健康飲食運動 睡眠有沒有做好呢 因為如果你睡得好吃得好 那麼你重症的機率也降低 也同樣等於是把那個腰往下壓 好 那另外一方面怎麼樣把桿子拉高 就是醫護人員不要生病 桿子就會拉高嘛 因為機器有床有沒有人照顧你 那桿子一直往下掉嘛 所以醫護人員要有充足的裝備 醫護人員要有充足的人力 不要讓醫療崩壞 當然啦 如果未來有抗病毒的藥物 哇 這個桿子又可以拉更高 因為你吃的抗病毒藥物 如果不進駐重症 就不用佔用到這些重症的病床 剛才也提到了 當我們如果 凌波5撞到這個桿子 這桿子一掉 這表示我們的死亡率就會上升 這在全世界的案例告訴我們 病人數只要暴增 死亡率也會大幅的增加 而台灣目前在哪個位置呢 那時候我們陳建仁副總統的臉書 他告訴我們新冠肺炎目前的發生率 跟致死率的相關 台灣在這個畫面的最左下方 我們目前還守得還不錯 所以右上方看到了 義大利還有英國 法國 都散佈在這個 已經是崩壞的這個曲線的位置 所以我們不要往那邊走好不好 大家就盡量把懶貓的頭壓低 那從這張圖你也可以知道 各國的死亡率 可以看到義大利 伊朗 西班牙 英國 中國 都在後段 把他們的死亡率都很高 就表示他們當初那個病人 那個貓的頭沒有壓得很低 導致林伯伍的肝子就掉 在這邊也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群體的免疫 很多人都聽到之前英國的這個 強生 首相英國的首相強生說 讓大家得一得吧 這個可能我們有所愛的人會死啦 但是我們有群體免疫 我們就過關啦 大家嚇得半死 現在英國不這樣做了 英國的倫敦帝國學院 就之前做過這樣的一個評估 如果你做這種佛系防疫 那個黑色的線呢 就是你做佛系防疫 什麼都不做 大家都得得病 你可以看到那個紅色 那個林伯伍的肝子在哪 就是他們的加護病房 或者是這個重症的照護的線在哪 很低啊 紅色線在很底下 那個紅色上面的人 通通都有可能會重症會死亡 很恐怖啊 所以這張圖一出來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敢在做什麼佛系防疫啦 要犧牲這麼多人怎麼可能 所以基本上有其他的曲線就出來了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來看 在我們畫面上方有這個放大圖 黑色那個已經超過破表了 不要看啦 如果你有做這個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的話 一開始可能還可以在紅色線以下 我們看上面這張圖是英國 下面這張圖是美國 那個橘色線是的確比黑色線差很多 可是你看撐撐撐撐到什麼時候 大概六月七月就撐不住 還是會突破那個紅色線 那林伯伍的肝子還是會掉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非得走 綠色這條線不可 綠色這條線就是除了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社交距離拉開之外 還有停課 所以他們就停課了 你看到美國現在很多學校都停課了 這些重大疫情的國家都停課了 就是因為這些數據告訴我們 你不停課 你那一根桿子就會掉 好吧 就只好停課了 那停到什麼時候這反而是最困難 停到什麼時候 如果你三個月六個月到了下一個學期 你開課 事情又會再來一遍 啊怎麼辦 但是我們想不了未來的事情 我們先把現在的根顧好 因為也許那個時候有藥物啊 或者是 Maybe 那時候有疫苗 不太確定 但至少那個時候有新的措施 未來是未來在想 現在先把病例數壓在 紅色的線 凌波五的桿子之下 這就叫 Flatten the curve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也有一些人有一些浪漫的期待 他也是說那我們只要這樣撐撐撐啊 停課啊 然後這樣這個居家隔離檢疫 然後之後 我們到了夏天天氣一熱 病毒就消失了 這個期待在公共衛生 或是流行病學學家眼中 可能是會落空的 在溫帶國家 或很寒冷的國家 高緯度的國家 你可能會看到這些冠狀病毒 在冬天的時候很多很多 夏天就不見 可是這張圖 我們看到的是在廣州 也就是跟我們現在緯度差不多的 亞熱帶或熱帶國家 其實一年世紀 冠狀病毒是不會消失的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你根本分不出 什麼時候是夏天 什麼時候是冬天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黃醫師你覺得 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 從我剛才的解釋 你會知道 可能 不會結束 但是希望我們有藥物 有疫苗 可以幫助我們度過這個難端 在我們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有給大家看這張圖 有四支冠狀病毒 在八百年前 兩百年前 一百年前 它記錄到人類身上 到現在變成普通感冒病毒之一 或許十年後 這支新冠病毒 就會成為第五支普通感冒病毒 人人在小時候都得過 長大以後有抗體 所以再次得到的時候 就像感冒一樣 輕鬆的過關 這是我對這個病毒的預期 也是很多的病毒學家 看待這支病毒的態度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這件事情 三個月六個月就會結束 它是一個長期抗戰 今天這堂課 我用這個新聞作為總結 就是義大利有一個新聞說 他們的醫院已經崩壞到說 那個太老了 反正也救不回來了 我們就不要救他了 把機器移給 這個年輕力壯 還有可能救回來的人 這樣的道德議題 一再一再的重演 我相信沒有一個台灣人 希望我們這塊土地 變這個樣子 所以flatten the curve 把懶貓的頭往下壓 不要超過那個靈波五的肝子 是我們剛才一直在強調的目標 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有錯誤的認知 有學過積分的人 有學過面積都知道 那隻站起來的貓 跟躺下來的貓 它的面積是一樣的 也就是flatten the curve的意思 不是說我這一輩子不要得 它的意思是 我今年不得這個新冠病毒 或許我明年再得 我後年再得 我大後年再得 我只要越慢得 我就越有機會救活我自己 因為那根桿子就不會掉下來 而且你越晚得 就越有機會有藥物把桿子拉高 你越晚得 就越有機會可能疫苗 可以幫助你的腰壓得更低 所以我不斷地強調 我不是為愛防疫 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希望每個人都會感受到 我們現在做的每一個不方便的事情 我們一直洗手 公共廠要戴口罩 不能出國 這些事情 都是代表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是為了愛 去當一個防疫英雄 昨天的事情都是防疫英雄 我們在保護我們這個土地上面 所有的老人跟慢性病人 所以為了愛而防疫 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大家都聽過北風跟太陽的故事 一個人穿著大衣 北風用恐懼 用威嚇的方式 逼著這個人把衣服脫掉 但他卻越穿越緊 但是陽光普照讓人溫暖自然就把外套脫下來 防疫也是一樣 如果每天活在恐慌恐懼當中 那這些防疫的策略就做不久 因為你沒有辦法忍受這麼長時間高度的焦慮的情緒 但如果每個人的防疫的出發點是為了愛 是的關心 是為了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防疫英雄 我們就可以走得更遠 可以彼此感謝 可以互相體諒 希望大家可以更能夠理解 知華愛的這個為愛防疫真正的含義 希望今天這個課程能夠帶著大家新的視野 針對這個疫情有不同的看法 下一段課程我可以跟大家講 現在藥物跟疫苗發展的狀況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哪一些步驟可以提升自己抵抗力 讓自己少生病呢 看完這堂課你有收穫嗎 幫我一個忙 將影片正確的知識 分享給身邊正在焦慮防疫的親朋好友 給他們支持與安慰 讓知緩愛的防疫精神 讓我們一起度過慢慢的疫情 如果你不想錯過我們這一系列 人人都可理解的新冠病毒麻瓜課程 就趕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